大圣以自度度他为本 自度度他以六度为本 六度以般若为本 我们先把根本找出来 才晓得佛法教学的根本 佛法教学是以大圣为主 小圣是个过渡的时期 是接引的方便 大圣才是佛的正说 大圣法是以自度度他 度是比喻 像过河一样 从此案度到彼岸 此案比喻什么 比喻生死轮回 这是一切苦里面根本的大苦 因为你有生死轮回 佛菩萨已经达到彼岸 彼岸是不生不灭 比一切苦得一切乐 那是彼岸 小圣法偏重在自度 就是只顾自己 没有想到去帮助别人 大圣法里最要紧的 是要发心帮助别人 实际上帮助别人 才是真正帮助自己 如果有生死轮回来 如果有生死轮回来 尽管制是最lle